你拍的鏡頭合適 不用 就這樣來吧 感覺努力過 但沒努力出來啥 果然如此 就是想引起外界的討論度 話題度 但是也就只能想到這兒了 真的已經過了嗎 一切通過你的所謂的大量的曝光 大量的在大眾面前刷臉 得到的關注度 流量 或者是粉絲 都是虛的 當你不再有大面積的曝光 甚至不再有大量的露臉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來的快 去的也快 真正的山是什麼 不是說我們看似繁華的表面 我覺得應該更關注的是 我們眼下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確實沒有作品 當下困境是沒有作品 但是針頭無法解決嗎 我一直沒有覺得 這件問題很難解決過 甚至我會覺得 即是很好解決 但是沒人在這上面花心思 這是迄今為止 我最讓我憤怒的一個點 我們東西出來之後 刷數據 刷流量 刷排名 但好像真的沒有人去評價這首歌本身 它是不是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刷這個排名 有的歌甚至難聽到 自己粉絲都在吐槽 但是仍然刷著排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我不是不敢示弱 是沒必要示弱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強大的人 那我為什麼要示弱呢 對敵示弱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但是你要分場合分情況和對誰 我還沒有說累嗎 因為確實跟態度人比起來 我們確實算不累的職業了 你要這麼說 事業上所有人都累 沒有誰是不累的 那我為什麼還要舉跟別人吐槽說我多累 我多累 我多累 有多擅長能力幹多少的事 沒有困境 我覺得粉絲說的不想我們長大 更多是懷念他自己的一個青春 因為他陪伴著我們長大 他們很多時候想念的是小時候的我們帶給他們一開始的那一份 他們自己覺得很新奇 決定開始追星的那份激動的情緒 或者是說一開始關注到我們的時候更純粹的心吧 走得越遠需要顧及到的事情也就越多 我覺得有的時候反而對待自己喜歡的事實上沒那麼純粹了 我們也想讓他變得純粹 就是一開始我們滿腔熱血追夢的那種狀態 我也很懷念那個狀態 我努力吧 成人男團裡面不需要養成戏 你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弱了就挨打 強的拳頭硬才有說話的權利 可能舞台上有瑕疵 養成戏 理解一下 我們喜歡看它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成熟之後 你會發現在工作上 在任何事情上 它都是沒有那麼多時間留給你成長 你要麼就做好 要麼就走人 就這兩個選擇 所以就更應該回到問題的本身 好好做好自己的作品 好好做好自己的舞台 只要是準備舞台和錄製舞台的時候 永遠是我最喜歡的時候 我是同感 但是我的想法可能會不一樣一點 有多大能力辦多大事 神魅這個東西咱們講說要包容嘛 所以我現在提的也少 雖然我憤怒的一個點 並不是說我不夠包容 而是我覺得公司對咱們團的定位 還是沒有搞清楚 或者說對於現在咱們的定位沒有搞清楚 但我覺得咱們應該把自己的一個神魅給立住 就是我們應該以領先當前大家的審美去選歌 而不是說現在大家喜歡什麼歌 我來做什麼歌 咱們現在作為音樂就是很商業思維 大家需要洗腦的歌 所以咱們出洗腦的歌 大家喜歡炸一點的rap 所以我來做炸一點的rap 這是完全兩碼事 並不覺得咱們算有流量 我是覺得咱們可能現在只是關注度高 你跟國外所謂的有流量的比 就完全沒有可比性 所以我其實並不認為 咱們真的算所謂的有流量 沒作品 因為咱們現在有流量都算不上 我從來沒有迷茫過上限 所以我對我們團的上限 我並沒有把它設限過 我覺得萬事皆有可能 但是一直卡在這個瓶頸的話 那這個瓶頸可能就是我們的上限了 因為我小的時候 父母的教育就是說 需要明確這些東西 你要有了一個目標之後再去做事 你的條理思路都會清晰起來 所以從小到大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有的花是在溫室裡長大的 但是它就沒有野花的那種強盛的生命力 有的它本身是棵草 它在野外 它就算經歷過狂風暴雨 它也沒辦法長成一朵花 天賦很重要 但同樣經歷也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它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天賦了 你經歷的事多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萬變不離其宗 有的人說話方啥只是繞了個彎 但其實本質還是那個本質 你只需要把那個本質給聽明白就行了 別和不相干的人生氣 離那些能讓你生氣的東西遠一點 同時你也要告訴自己 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其他人的事關我啥事 我不太想作為一個所謂的 過來人給別人一個建議 我覺得這樣很不友好 都是同齡人 年齡相差不大 我有什麼資格給人建議呢 我也跟很多哥哥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你們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會去喜歡聽長輩的建議嗎 有的哥哥回答說是會 他很喜歡去戲劇 老一輩的經驗教訓 有的哥哥說他不會 他就是那種什麼事都會 自己先去撞一遍 知道疼了之後 他才會知道這些事是不能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分人 我自己看到的東西 我自己去思考這些東西 如果我真的去請教的話 你們應該擔心了 那並沒有 我只是想試試更多的風格而已 你說看到我柔軟的那一面 並沒有看到我柔軟的那一面 那些只是我聽了50遍水星記 寫出來的詞而已 謝謝 避雷一下 你說柔軟的那一面 你整得我很慌 你真的要這麼緊繃嗎 非常緊繃 我需要視野 視野再視野